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API Gateway的视频 今天是第九期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OST方法的参数集成 对 在上期我给您讲解了 咱们如何使用GET方法 做参数集成与读取 对吧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POST方法 因为咱们在实际的工作中 其实POST方法用处最大最广 是咱们必须要掌握的技术 没有之意 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POST方法参数的集成与取得 咱们客户端通过POST方法 POST过来一些个参数数据 对吧 咱们在服务期段通过他们的函数 把它读取到 然后处理一下 再返回给客户端 好吧 今天咱们就完成这个流程 OK 那咱们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给您演示了 今天咱们都要干什么 首先咱们大家看屏幕的左方 用户通过POST的方法 调用Say Hello 这个资源或者说这个路径 然后它给咱们传过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通过POST的BODY传过来 叫做NAME 然后跟着一个值 是扣买好不好 它通过POST方式传给咱们的API网关 咱们API网关采用LAMDA代理集成的方式 然后把数据传到后端的LAMDA 后端LAMDA读取到用户传过来的内容 进行处理 然后把处理结果再通过API网关 返回给用户 你好扣吗 对吧 取得到里面的内容 然后返回给用户 今天咱们采用POST的方式 来完成整体的架构 该怎么做呢 我准备还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 咱们建一个LAMDA函数 处理POST请求 对吧 这个和咱们编写 NAME JS Java Python 都是完全一样 包括PRP都是完全一样 然后咱们再建一个API Gateway的网关 加一个资源 然后使用代理集成的方式 集成后端的LAMDA函数 最后咱们部署完做动作确认 那么咱们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就给您完成这三步的过程 那么咱们在操作视频 再见吧